大家好 我是Maria 是香港藝術館中國文物部門的一級助理館長 香港藝術館的文物藏品其實是很豐富 因為我們由新石器時代到二十世紀都包羅在裏面 我們名稱瓷器的藏品 在我們館裏面是比較有特色的 如果我們可以將它深入淺出 將它的資料帶到給觀眾 令到他們可以慢慢懂得點欣賞 是我們館長重要的工作 一般人覺得文物好像很高深的東西 而會不會在購藏藏品的過程 裏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件天順五年的青花痴龍前肢矛單問題 就是其中一個好的例子 1989年一個香港市民 將一件青花痴帶到當時位於 香港大會堂的香港藝術館裏面 根據當年負責中國文物部門的 何金傳館長益術 其實這件文物 眨眼看來完全都不起眼 因為它近口原的地方破損比較嚴重 不屬於一件完整的青花痴 但是翻開瓶底一看 竟然看到裏面有天順五年的字款 立即知道這件作品的重要性 或者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中國陶瓷史上 正統景泰天順三朝 因為政治社會動盪 當時景德鎮官搖減產 在這個時代製作的作品 其實非常罕見 而加上有年款的作品 是少之有少 後人將這個時期 稱之為中國瓷器史的空白旗 所以這件青花痴帶有天順五年的年款 是非常珍貴 當年館長讀具慧眼 為藝術館構成了這件珍貴的文物 這件青花天順瓶 還在多個大型的展覽裏面展出 並為學術界研究明代孫德以後 空白旗瓷器的發展 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大家如果對這件瓷器都有興趣 在我們藝術館重開之後 我們的展覽將會展出這件珍貴的文物